今天我要吃一个锅圈的酸菜鱼火锅 OK 我们现在开始制作 锅里面开始猫泡泡了 好香啊 故别而来的金汤和酸菜的味道 先下一包这个肥牛卷下去 最重要的是这四种鱼 然后把这个鱼肉下下去 已经煮到咕噜咕噜猫泡泡了 来一口期待了很久的肥牛卷 太香了 酸菜肥牛卷老香了 来吃一个一整条的虾滑 下一点炸豆皮进去 先喝一碗汤 酸酸的口感 超爱这个汤 今天的主食就是这个鸡蛋面 这么好喝的汤 当然要下一碗面来想想 我洗过手了 这个是下到那个鱼肉里面 这里面我只煮了鱼肉 一会儿吃鱼肉米线 尝一下这个虾滑 太享受了 这个适合家庭聚餐 就是家里人多嘛 一块吃 然后经常它也是不辣的 就是适合老人小孩一块吃 我是嘴馋 然后到时候 嗯 先吃一会儿等我进去 回来了 他也可以一块吃 来一块豆皮 满满的汤汁 已经浸入味儿了 大块大块鱼肉 这都是整块的没有散 染上灵魂面条 DIY一份酸菜鱼肉米线 这个面条也很劲道 是那种实面的口感 这个鱼肉好香 鱼肉味儿特别浓 好香 三酸牛肉碗 这个可好吃了 里面的酸菜都是这种很大块很大块的 而且它酸的味道很纯正 我吃过酸菜鱼吃火火锅 这是我第一次吃酸菜鱼火锅 我感觉这个锅圈三串鱼火锅特别好吃 真的老老香了 而且它的性价比特别高 而且它使它吃起来是非常新鲜的口感 再来一口面条子 酸摸肚 这个火锅里的丸子超级好吃 它是那种鱼肉味儿特别浓 然后在下面煮了嘛 又吸饱了汤汁 太香了 我把剩的虾滑都煮了 真的好爱在里面涮虾滑吃 再来吃一碗肥牛酸菜鱼米线 好香啊 好香啊 太幸福了 要是冬天来上这么一锅锅圈的酸菜鱼火锅 不敢想象会有多幸福 再喝几口 酸汤 这个汤它是酸的 恰到好处的 而且我觉得它很鲜 因为煮了那个鱼肉嘛 综合来讲的话 我觉得今天这一份火锅 它的性价比很高 然后呢它的食材也是很新鲜的 嗯 主要是这么大一个锅吧 它也可以去租借锅嘛 嗯 我觉得感兴趣我大概可以去试一下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拜拜